事实上对于桃园机场进来的不断出包 除了民航局长丢官之外 航站主任萧登科也提前调职 交通部还破天荒的 同时派出了两位次长来兼任航站主任 轮番坐镇整顿 这创下了台湾航空史上的首例 不过熟悉机场运作的立委分析说 机场民营化在即 人心早就散了 除非管理层全面的换血 才能够有效整顿 泡泡荡荡走进桃园机场大厅 交通部次长张秋春 直级新款首推车的使用状况 桃园航站接连出包 主任萧登科即日起被迫休假 未胜之回国 但下周五才接任 中间长达一个星期的空窗期 破天荒创首例 竟然由交通部次长叶框石 和张秋春轮流坐镇就火 这样立即改善的部分 我们本来在第2月底要完成 我们原理有80几项 但是我们也完成了70几项 其他没有完成的部分 所以是因为有预算的问题 还有期间招标不易的问题 我们也列为短期改善 到年底要结束 张秋春强调要提升服务设施 把人员管理列入监导重点 而这回次长亲自出马 无疑是对桃园航站的管理阶层 投下不信任票 但光两个次长作证就有用吗 全部的主管全部做 全部做轮調 全部用新的组合 新的团队 新的进驻 新的管理 新的机制 重新来检讨 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 很多年来其实都没有什么起色 对所以就是说 在短期间之间 如果要做这样的改善 我觉得大家也不太容易 政府放手大整顿 不过还是被唱衰 桃园航站接连闯祸 立委还把矛头指向桃园机场 11月份将改制公司化 让公务员的心思早就飞了 毕竟民营化了以后 就不是公务人员 那不是公务人员的话 有些的话就是长期牵扯到 退休的问题 退休金的问题 然后还有未来升迁的问题 那就会相走的走 然后有的人就认为民营公司的话 会有待遇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想进来卡位的会进来卡位 机场即将改制 航站内部从上到下一片茫然 频频出包 似乎已经是意料之内 明镜新闻似乎报道 以上就是会进行人员的